你 手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看什么呢 观察周围情况 时刻保护你的安全 静静 放松 深呼吸 没事 对了 谢特 在立公司还有五百米的那个路口 记得先放我下车 你干嘛要先下车 你想想 我是你的贴身保镖 又是你的女朋友 这么复杂的关系 在公司 肯定是天然的八卦素材源泉 我可不想成为八卦的焦点 所以我们的另外一层关系 千万不能让别人发现了 什么叫另外一层关系 我看是谁这么显敢八卦 那也不行 反正这事没得商量 你是我的贴身保镖 那你跟我一起上班下班 这不天经地义的吗 再说了 你见过几个保镖跟顾主离的 十万八千里那么远哪 也对啊 惊喜 惊喜 走啊 顾总好 顾总 欢迎您再次回到公司 我还 考虎 啊 你看 顾总 这鲜花就是我们总裁办一颗火红的心 欢迎您王者归来 谢谢大家的花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保持一颗火红的心 我这一次作为CEO再次回到故事 会带领大家书写新的故事 散了吧 好好好 走吧 那是顾总的女保镖吗 感觉穿越到谍中谍电影里了 这难道不是零零七吗 简直女友力爆棚啊 走了 灯灯 检查完了吗 报表小姐 一切安全 对了 你把今天的行程提前告诉我 我要排除潜在的风险 提前做好准备 我今天一天都在办公室 放心 我一定会出现在你的事业范围之内 好不好 好 好 我一定会出现在你的事业范围之内 请请 我带你过去吧 好 去吧 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苏静静 小顾总的贴身保镖 从今以后 就和大家一起工作了 来 欢迎一下 来 欢迎一下 来 欢迎一下 大家好 我叫苏静静 那从今天开始 就请大家 多多指教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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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主理 你看看我的宫位 对着门口 和主任前几天说 让我换到这个宫位上 对 来 来 来 你坐我那儿 我搬过去 静静 我带你参观一下 你们帮帮忙 大家都丧了吧 好 好 辛苦大家了 那我就先去陪小顾总开会去了 去吧 去吧 静静 这个位置 离小顾总的办公室很近 他可能希望 你多去找他汇报 行了 谢了 我先去了 来 干什么 你站住 没有 我好 等你 庾西 没有 到我去 你去 我去 我去 不能去 你去 快去吧 白总等着呢 小刘显 小刘 我不行啊 主任 我这份文件小顾总着急要呢 没事 我去 我立刻去 小金的 怎么了 主任 没事 你口红颜色挺好看的 来 电梯等我一下 等等我 我 白总 白总 这个是你们需要的那个宣传物料 送到我办公室去 白总 这个是宣传物料 下一次我没说请进 请不要随便闯进我的办公室 好 不好意思 那宣传物料放在哪里 不认识 白总 市场部问宣传物料是不是到了 他们总监说您手上的项目 都暂时交给市场部组控 知道了 我会跟他们总监直接沟通的 好 白总 宣传物料 这盆盆栽太高了 影响我的办公室先 苏小姐帮我搬出去吧 白总 盆栽太重了 我一个人搬不动 你作为小顾总的贴身保镖 好体力不是第一要素吗 怎么 你连这种东西都搬不动啊 你干什么呢 白总不是说盆栽会遮挡视线吗 我替您把枝叶给剪了 这样就不会遮挡视线了 我是让你把盆栽搬出去 你听不懂啊 白总 我是小顾总一个人的保镖 只负责小顾总一个人 不负责您的办公室 小心点儿 别伤着自己了 希特找你半天了 找不着你人 你跑这儿来干嘛 我 我让苏小姐来帮我送个资料 送完了 走吧 融化 到シルク了 他是不是为难你了 没有 都是一些小事 别放在心上 静静 咱们把恋爱关系公开吧 不行 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 而且如果公开了 一定会影响到你工作的呀 我不在乎 我在乎 你想想 一旦我们的恋爱关系公开 就一定会有人 拿着放大镜来看我们两个 这样下去 最后 影响到的肯定是你的工作呀 我只是想告诉所有人 你苏静静是我的女朋友 这样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我可是苏静静 谁敢欺负我呀 好了 别放在心上了 去工作 行吧 今天就放过你 但是你要补偿我 怎么补偿 顾 顾总 你 你们这是 章狼 有章狼 章狼 顾总 你不是最怕这些的吗 快走 快 快快快走 好好好 快先走 好好好 踩 踩 踩蟑螂了 就在我脚下 嗯 那我帮你打扫一下吧 不 他 他 他在我脚下 肯定被踩得稀辣 你先去拿东西 我 我来处理就好 去吧去吧 我来说